我们人的一生 多少人还在为着他的三餐 日夜的奔忙啊 他们没有想过 在饮食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生命的高度 在突破 所以从物质到精神 也是人生必须要往上面走的路 所以在觉悟的未来 各位因为抽出了这人生当中 最宝贵的一个时刻 今生错过了也许再也没有 所以人生只是在心念的刹那当中 无数的刹那的连续而已 只要我们把念头抓对了 只要我们觉悟了 人生就不白马 我们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人生当中最尊贵的是什么 我们朝着最尊贵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当要获得一切外在的事物 当你拥有它的时候 就是失落的开始 人生没有历练 只不能体验人生 于是人生毫无感动 当要感动 因为你内心有一个 零零决绝的佛性 要把那个佛性唤醒来 唤醒大家的觉知 就是无可取代的尊贵 天才难忘的机会 就在此时 人生一辈子只要遇到一次就够了 就不是为了这个身躯最尊贵而已吗 你的贤富的家当 能够比过你这个身躯吗 离开了这个身躯 还有更珍贵的吗 所以一切吃的喝的用的擦的 某的涂的都是为了好的 人生最珍贵的就是唤醒了你的觉悟 就这件事情 彻彻底底的让自己开悟 彻彻底底的让自己得到 生命的自在解脱 只要你愿意绝对做得到 第一个觉悟 就是佛是什么 大家认知的佛是什么 是高贵无比的 无所不能 你有所祈求 他就有所感应的 那你就错了 因为他活着受觉醒 他比我们还要先知 叫先知先觉 所以我们跟着他学叫后知后觉 还有一种呢 连学都不想学的叫不知不觉 还好 不管先知先觉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 只要你肯觉 先圣后圣其魁也 先觉悟也是觉悟 后觉悟也是觉悟 先知犯也是得到一餐饱 慢知犯也是得到一餐饱 只要你饱了 就是目的 多生累结 多少的沉沦 只要我们这辈子觉悟了 就跟佛一样的高度 从过去历史的演进当中 到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归纳的时候了 让我们直接取其精华 我们今天就是来学生 学习怎么样超生 超越生命的范馅 有多少的修行人 他耗费了一辈子的心力 伴着黄圈青灯 抛家离子到了深山 用一辈子的心血 为的目的就是要自得解脱 寻求民事为他指点 这个民主的优越性是 他具有非常高的智慧 所以中国人老祖宗的智慧 告诉我们要学习一个中庸之道 不要走极端 要认清事物的真相 什么是佛 佛就是觉 觉悟的觉 所以人生要唤醒 第一个是觉醒 那要觉醒什么呢 要有八件事情要觉醒 我们一个一个来觉醒 佛就是觉者 他不是非天策地 他不是无所不能 他不是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那是包装的 那是神话的 求佛是妄想 拜佛是安慰 觉悟才是真正的是佛 学习一个觉悟而已 这是先从知里面到喜 一步一步来 要有八个觉悟 这八个觉悟就是唤醒你视透人生 人能够看得透 才能想得开 才能放得下 你视不透看不开 当然放不下 什么放不下 欺恩至爱 公民富贵 什么都放不开 但是放不开 不是叫你放开不要 是会用 用而不执着 先生你可以 跟他生活在一起 难道你可以 拥有他吗 孩子 你跟他生活半辈子 你可以说 我想拥有这个孩子 可以吗 不能 他可能就是个缘分 缘继缘善的事情而已 你看不到你就想不开 他为什么不按我的意思 他为什么逆着我 自己找折磨 你看得开 试得透 放得下 儿身治有儿身福 我们尽一份责任而已 所以不要做儿女的奴才 那你要觉悟 觉悟就是要学 学习 自己要看得透 什么是金钱 什么是财富 什么是公民 什么是富贵 试透他 用他而不执着他 所以学悟就是学觉悟 八件事情 是谁说的 2500年前 有一位太子西达多 他说 他其中的一个弟子 天元第一的 阿纳律尊者 寝世佛陀 他说如何求得觉悟 进入虐盘 最后人生公元果满 佛陀为他开示 问的这个问题就是 觉悟众生的事情 自己觉悟以后 可以愿意去觉悟众生 去感化友情叫菩萨 他说你这个问题呢 我来为你解说 要做到八个觉悟 那么我们今天说 那位西达多太子 就是最后正悟成佛的 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他是印度 加皮罗国的王子 因为要了脱生死 救度众生 19岁 毕然的抛弃了人间王子的身份 31岁 在普遗树下 得到燃灯子的 授记 正 无上 正等 正觉 我们一辈子的核心 就要看明白这句话 他因为授到明师的指点之后 讲经说法四十几年 有十六堂大的会议 80岁 进入了灭盘 公元国满 我们想不想公元国满 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父母 无愧于人生 得授明师的授记指点 人的一生 各位想不想要这个过程 想 想 八件事情要觉悟 第一件事情要觉悟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世大苦空 武因我生灭变异 这一点不觉悟 不叫觉悟的人叫凡夫 看透这件事情 世间无常 无常的相应是恒常 现在漂亮吗 现在满意喔 现在这么漂亮 你能够保持这样的漂亮多久 受吻一天一天出来 睡过于我啊 青春不能常在啊 花开花蟹总有凋零的那一刻啊 所以这叫青春是无常的 我们现在身体 五脏很好可以大吃大喝可以熬夜 到了四十五十六十时候那不行啦 这个不行是不是从很健壮的你可以好好的运用它的 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身体体力不济了 这个是不是叫无常 有没有永远保持那么体力好 没有啊 所以这叫无常 你要认识看透 我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么丰厚的财富吗 一段时间而已 无常是不会永远保持这样子 这一点要觉悟 所以当你十九岁就看完九十年的岁月的话 这叫觉悟 十九年看不完九十年这件事情呢 这叫疑惑 继续的迷迷糊糊的走完一生 各位不管我们现在是十九、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九、五十九、六十九、九十九 那时刻都要唤醒自己的觉悟 你必须在无常到来之前换得一个觉悟 心里所感受到的、接触到的、放到你的意识田中里 最后变成你的行为 认识放在哪里 事情过去的放在意识田中 所以人生最后是一场空 那学佛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就是 人生究竟一场空就不用努力了啊 对不对 后面我告诉你 人生可以有无限的创造 让你有无限的高度、无限的成就 因为它是终究一场空 在这有到空之间 你要把它转换成功 就像释迦摩尼佛转换成功 他人生在世也是一辈子 我们也是一辈子 他转换成功 教大家转换的方法 还是得靠你自己 师父你进门 左手的还是在你个人 脚步还是得从自己的脚跟上面 一步一步的走起 五十年前的中国跟现在有没有大变压 顿川义正 各位知道吧 他也觉得这个美好的家园多好啊 但是谁知道 这么地球一晃两下 他就 身家就全部就破灭了 你又有觉悟的话 破灭的到来 你就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谁家不死孩子的 只要有儿子 你就要面对孩子 会随时离你而去的事实 你又事先觉悟啊 虽然有一些不舍 但是你是觉悟的 你已经事先有觉悟的话 他离开你的时候 你觉得那很自然啊 那叫一种傻脱嘛 你跟他之间有那个缘分 于是在一起啦 结果有一天他离你而去啦 结果他离开你的 你如果有事先那个觉悟的话 会不会伤心痛苦 会不会跳楼 会不会跳河 就不会了嘛 学习的目的 只唤醒一个觉悟以后 你就不痛苦了嘛 拥有支配财富的权利 暂时拥有而已 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没有调试好你的心境的话 当你一离开的时候 哎呀 那就好像泰山崩一浅一样啦 及早觉悟就没事了吗 当我们这个设身要交出来的时候 你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当他要离开你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恐惧害怕无助 所以要唤醒一个觉悟 所以要唤醒一个觉悟 如果你不觉悟 他就用痛苦来折磨你 痛苦的目的就是唤醒你的觉悟 如果痛苦可以让你觉悟 这个痛苦就是最好的代价 飙车撞一次腿断了 要他知道 结果就是用你身上最价值的东西 去唤醒你这样的痛苦 让你获得一个觉悟 不觉悟再撞一次嘛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去觉醒 不觉察 一切苦都是白受的 不要白受苦啊 要苦的有价值啊 唤醒一个觉悟而已啊 所以我们人生是水火风土所组成 无音无我 射手响形式叫无音 四大水火风土 你身上是什么 有血液 血液有一天要流干的啦 这口温度 身上的温度有一天会冷掉的啦 从哪里开始冷起 从脚跟开始冷起吧 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呢 脚就冷冰冰啦 所以要泡泡脚也是蛮健康的 就是不要让它冷掉啊 你身上那把火让它热上来 风就是这口气啦 人就是一口气在做人 这口气不来的话 还争什么 还计较什么 还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我们每天所饮食的这些东西 哪样不是从大地长出来的 所以吃土还土 这一切都是归大地的 人生看开了就是最后 一场空 在这空当中 去转换一个恒常的勇 不管什么时候 世界末日要到来 只要你在这一口气不来之前 你要把事情做完 做完什么事 做完觉悟的事 外面的世界末日不是我们决定的 可是我们这个身躯 父母辛辛苦苦帮我们洋育长大 同样都是一辈子 有的人觉悟 有的人还在迷惑 你是要做觉悟的还是要做迷惑的 你要觉悟就要找方法 国土为翠 当有一天灾难发生来的时候 拥有越多的人他越失望 他越痛苦 所以人生不在拥有多少 而是在善用 借假修真 就是善用人世间的财物 善用嘛 不是乱用 不是乱用 那是用假换假还是假 说假是暂时给你用而已啦 我们只能够有使用钱 不能够拥有钱 所以当一个觉悟的人 他的行持 他的胸襟 他的度量 有益于别人的 所以佛法里面所说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是五家所共有 当你想要拥有更多的那一刻 随时要等待失去的痛苦 那不想要拥有失去的痛苦 除非你学会一个觉悟 把它善用 在转化他的生命 就是透过物质来转化 那我们能够帮助十个人 去帮助十个人 帮助一百个人 帮助一百个人 你可以有能力帮助一千个人 你不是去帮助一千个人 价值就是体现了嘛 叫善用嘛 第一个觉悟是 世间无常国土为罪 世大苦空五因无我 色受想行事感受一下而已 鸡肉好吃吗 牛肉好吃吗 牛排好吃吗 吃一吃不是感觉一下子而已吗 好胀好辛苦喔 不是一下子的感觉而已吗 喝酒好喝 喝得酩酊大醉 你真的喝到酒了吗 中风啦 肝坏掉啦 不觉悟嘛 一杯来一杯去 谁倒在那里 无名倒在那里 自己的本分不守好 自己的家庭不好 外面有情人 你有得到他吗 你一概得不到的 心灵神会 你已经觉得满足了 你真正拥有的人 当你得到的那一刻就是失去了 你就要享受那个失去的痛苦 承受那个失去的失落 各位想觉悟 各位就会得到永恒的情境 这一切不可测的未来 人世间活着就是无常 再来第二个要觉悟的是 觉知多欲为苦生死疲劳 从贪欲去 扫欲无为身心自在 痛苦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自在 很忙碌的人他就不知道 什么叫清闲的喜悦 觉悟一念三千转 有什么种种的欲望 有杂染欲啊 内心不敬欲啊 贪着外境的名利生涩 这个是一种欲望 这叫众生的欲望 众生的欲望在获得物质的拥有 还有一种人 执着善的欲望 这种善的欲望叫善法欲 舍己利他为你服务 最后给他挂一个牌子 什么地方大善人 这叫善法欲 拥有一切付出一切 他都觉得那是自然的 不在乎是谁做的 只要他好 做完了以后就走了 这好事是他做的 但是你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 那不是我的目的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唯而无为 无为而为 我今天为这个家的付出 是我本来就心甘情愿做的啊 就没有抱怨 你就不会向他讨功劳 想自在 就要活得心甘情愿 心念不转你就很苦 夫妻为什么会吵架 就是放着心中的执着 不饶恕对方而已嘛 怎么会快乐 所以一切的问题要检视自己呢 不是去指责对方啊 所以人活着 就是因为欲望 四圣 有也好 没有也好 就是一种洒脱 嫁得出去也好 娶得到也好 都很洒脱 如果你让人家那么动心的话 爱不释手的话 你当然想出你所愿嘛 富有富的条件 贵有贵的资格 要贫有贫的理由 贱有贱的道理 想得通看得开啊 从修身养性做起啊 欲望那么多 你体现出来 就是人性的弱点 那么明显 谁要你啊 你明明知道他不好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这臭胃香腸啊 那到底你是什么胃呢 要提高你人生的品味 叫觉悟 你就跟觉悟的人在一起 就随时都是活神仙啦 逍遥自在啦 所以我们大家是物与类聚啊 现在大家在一起见一次面啊 来日方长美 所以 不为了行善而行善 这些都是你理所应该做的 福中带着祸 祸中才有真正的福啊 节制你的欲望 控制得住自己啊 这张嘴 让自己劳累不堪啊 要自在 你就要欲望调到最佳的位置 叫中容之报 不可以有也不可以没有 不可以不吃也不可以吃过头 不可以爱也不可以不爱 爱过头了你会沉溺在苦海里面 不能自拔啊 那你不爱的话叫无情啦 看起来很冰冰的 那又不行 所以先生也是一样 要爱 爱到恰到好处 太太也是一样 你爱过头了以后呢 哇 有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很痛苦的 因为你又不能够掌握它 所以里面就是在一个你要得一个真自在 身心要自在 你要在你的心里面找到答案 第三个觉悟 觉知心无厌足增长罪恶 常念知足安平手道违惠事业 人生活着一辈子只是在转化你的智慧而已 一切的静过静而已都是过静而已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希望转换你生命的灵敏的觉知 我们的身上有一道光叫灵光 这道灵光被酒色才气名利的恩爱 贪嗔痴慢移给乌云遮住了 看不到自己的光明 于是没有喜悦不能清静不能自在 烦恼的感觉各位有感觉过了吧 失恋的感觉苦苦 看得到吗 在里面让你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喔 对不对 先生在外面又有个女人 你说你能吃得早睡得好吗 毕竟你不能够自得解脱的时候 你又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那你不是活在活地狱吗 只有转一个心念的问题而已 为什么心念怎么懂 因为方法找不到 这种华语就是学解脱 学自在 学明理 明理就看得透 想得开放得下 就是转个洞 否则的话就卡住了 卡住最严重就是什么 柔那么高 没有看到跳下去 海那么冷 啪跳下去 就是自己不能爱自己的 我死给你看 他也没有在看 根本看都不想看耶 那你死给谁看啊 结果是惩罚自己给别人看 你说多么可怜啊 他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要觉悟啊 要觉悟啊 心无焰烛 修身养性他才不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的欲望挡不住呢 这个社会的弊端就是因为大家认知不清 所以增长了我们的罪 罪是什么 罪怎么写的 事件 不对的事情都做到了 眼睛所看的看错了 耳朵所听的听错了 嘴巴所吃的吃错了 身体不该去的地方去错了 那你去错了那当然要造罪啦 弄得全身是病啦 所以是非就是罪 人生人生最后的定案就是 你在人世间是公还是罪 这是这件事情的 这两个事情的分别 有公与众人 那就是什么 大家对你公公尽尽的 尊崇你 就像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 寂公佛佛 所有过去的在世的抉择 他们人生的高度 光明的照耀了人生未来的路 结果我们活着一辈子 就为了让自己私我 为了那个先生 为了那个太太 为了那个女儿 为了那个情人 为了为了那个金钱 就是忙这些事情 所以增长了罪恶 不择手段 我们只有常念 知足的人才能够享受人生的快乐 知足就是 复贵行妇富贵 复贫贱行妇贴 心无厌足 心里面能够知道常念知足 有一个朋友 她是教育机构的一个女孩子 她跟我聊天 她说 她现在想要结婚了 因为找到一个不错的对象 男人的工资好像一般来讲 都比女人还要低 如果我嫁给这个先生的话呢 她的工作嘛 是有个工作 稳定嘛 还算稳定 但是工资不高 开个车子可能也还做不到 可是我看她人品还不错 嫁还是不嫁 你的话嫁不嫁 所以人生难买早知道 后悔觉悟特逍遥 唯有一个及早觉悟 你要看得看想得可 放得下嘛 你要放得下说 我选择了她 就选择她的好 但是她没有人生全部都好啊 又要有钱 又要有地位 又要有房子 又要 常念知足啊 不要要求她那么温柔 她本身就不具备温柔 你要她温柔 怎么做得来 她要有多少的温柔 就是你给她多少的爱嘛 她不就给你温柔了吧 所以想要怎么收获 先弄灾 不是先生说的 你要想要得到什么 你就给她什么 就会获得什么 因为你心里面知足了 所以你就幸福了 你就慢慢在这个里面 增长了人与人间情感 多一点的交流 多一点的沟通 多一点的埋怨 那就对啦 安平手道 耳朵听到嘴巴吃了 吃了吃什么 吃了一辈子 造了不小的 给自己囤积了多少的罪恶 最后接受大自然的审判 癌症癌 高血压 糖尿病 那是你自己造的虐 你还得自己去承受 你以为有妙手回春啊 长期积累来的胃病 你说两副药就解决了 没有 你只有改善已知 这才是真理 身心要舒畅 一天到晚 在气氛当中 你的肝会好啊 心都烧焦了 你知道吗 所以维会事业 只有增长自己的智慧 才是你要做的大事啊 要胜得大业 第四个觉悟 觉知 懈怠堕落 藏行精进 破烦恼 吹拂四魔 出阴界域 他那一天到底晚上来找你做什么 我说没有啊 都明明就有 四十年过去了 孩子都嫁人了 还是在那句话 那一年到底在跟你做什么 你说要命不要命啊 人生的无尽的烦恼啊 你要去人生要有事做啊 没事做就胡思乱想了 做什么事要常行精进 学对的是 把自己生命的能量要提升啊 要点亮自己的星光 不要老是在黑暗里面摸索 阴沉沉的内心世界 所以产生了多少的误解 嫉妒 嗔恨 恼怒 这些都是多余的 这不是你天性里面有的 于是你用这些来折磨自己 要不要放下 啊 及早 你不放下 这两眼一闭的时候 不放下就逮着走 下辈子再来 所以 爱他也是这张嘴 骂他也是这张嘴 调整自己的心念 这只手不要放错位置 不要做错事 这张嘴不要说错话 把佛心展现开来 就是给予快乐 给予解除他的痛苦了嘛 要把磨念摧毁 所以我们在身上有磨念 必须把磨念打消 有天魔脑 烦恼 五音魔 不休啊 最后堕落到的是人间地狱 这个射身丢出去了以后 到什么 到无形的阴界地狱去了 其实很多人已经活在地狱了 医院里面你看得到的 就活在人间地狱了 你看非洲那些没有的吃没有的穿 那些活在人间地狱 我们今天活在天堂 要创造一个永恒的天堂 精灵恒常的喜悦与快乐 我们的无名 最后就会在痛苦里面挣扎 我们的罪业 最后会接受宫里的审判 现行的现世报 或者是未来的来世报 终有一天终有报 只有及早把自己的生命的位置摆对了 你才能够远离难 所以第五个要觉悟 于此生死菩萨常念 广学多文增长智慧教化一切 各位菩萨是什么 菩萨就是照顾好自己 还能够去照顾别人 有情世的众生 他希望能够给予多一点的关爱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我们有一个家叫小家 你除了爱儿女、爱父母、爱你的兄弟 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太太以外 你还懂得把这份爱推而广之 给这个社会大家人人都有爱 那叫菩萨 菩萨不在南海、不在菩陀 你心里面所变现出来的是一种仁慈 所以五台山去不去无所谓 那是观光的场所 世人为了纪念他 于是把他放在那个地方作为纪念 不是去给你求的 行善积等 你的子孙 你的一切事业 一切才会顺利 不是败了菩萨真了头颅香 他给你保平安 迷信 无知 妄为 中华民主是一个这么有智慧的民主 走到我们这一代变成真头颅香 要改变不良的社会风俗习惯 菩萨无处不在 你只要你的心念跟他一致 他就给你感应了 不明白的人就是什么 你要拿着枪你就跟着拜 太无知了 世间的众生就是这样 所以需要有觉悟的人去嵌醒他 佛学多闻 才能够记力苍生 有正确的观念 才能够行使正切的行为 所以我们大家要把真理的福音 传破在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让人人都能够身心自在 愿离烦恼痛苦 执着无名 多少的习性脾气毛病惯性 惹着我们一生受尽折磨 第六个觉悟觉知 贫苦多怨恒结恶缘 菩萨布施等念冤亲不念旧恶 贫穷的人他的苦难是在心打劫 于是乎那么多的埋怨 埋怨并不会改变思思 除非你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爱心才能得到转化 贫苦的人他的怨恨那么多 所以他苦上加苦啊 命好的人因为心好 所以他的命越来越好 命不好的人因为心不好 老是想着算计别人 猜疑先生 先生本来没有的给你猜到最后 变成有 因为你多怨啊 内心里面不洁净啊 就是老是猜疑对方 你怀疑了一辈子他什么都没有 你苦了一辈子知道吧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再来说还来得及 那个时候该怎么样还是得怎么样 有已经形成事实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烦恼多余的 但是你说说很容易有做都做不到 你要学啊 学你就转得动啊 所以谁要受苦自己去受苦 人的心已经无名到看不到自己是谁 也看不到别人是谁了 所以这是什么样一个时代 表面上像人其实心灵像蛇胁 我们再不进化 这个世间不能助澜 砍杀父母打骂父母的 夫妻离异的 彼此之间猜忌的 互相毒害的 我们不觉悟我们苦在里面 我们要觉悟我们可以是 人类的一盏明灯 导引着人家看不到人生的光明露 便宜他人生的方向 第七个 觉悟五欲过患 虽为俗人不染适乐 手道千百慈悲一切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欲望 才是名十岁世间的五种欲望 学乏的人设身相畏处 人生避免不了的欲望 人不可以没有欲望 但是欲望要节制 寡欲才能清心 清心则寡欲 寡欲清心 那么你的日子 就从物质面提升到精神面 物质与精神并重 智慧才能够驾驭你的财富 所以人生在世要福慧双修 你不福慧双修 就拥有财富以后要造罪 你光有智慧没有福报的话 那你活得非常清苦 所以两者俱足叫福慧良足尊 第八个 生死次然苦恼无量 发大圣心 普及一切令出众生 人生要面与死亡 随时就在隔壁 叫五常 所以我们一切的苦恼的目的 就是要转换成菩提 苦了这辈子不够 还下辈子再来 结了多少的冤情 下辈子我绝对倒不过你 还是再来 生死循环 所以要广结善缘 要普及一切众生 发大圣心 要学无上道 学自得解脱 外面的世间有多少的变化 在人类心里面有一个不动的 叫以静自动 以智慧来觉察一切万物的苦空无产 改变了自己 同时又能够帮助别人 那叫做大家好 西达多蔡子发的四宏愿 叫做愿祭众生的苦恶 愿除众生的祸障 愿断众生的邪见 愿度众生的苦伦 所以有了财富要愿意施舍 有了智慧的话 要愿意教化 分享 不是独自拥有 而是让人人都有 这才能够化娑婆为莲花帮 清净的连化净土 净土在哪里 在你家 你会想说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家里没有天堂 你一辈子永远看不到天堂 你在人间里面没有看到清净 你永远到不了天堂 天堂在你的内心世界 一念化永恒 所以你当下在这个地方清净 恭喜你片刻是天堂 但是你那个片刻能够化成永恒的话 就在你的功夫 念念相训 觉悟的念头要每一个念头都是 如果现在是回家看到 就不是 就是转不动 看到你气 本来从有气到没有气 这个就是你已经在改造 希达多花的四宏愿 这是佛的四宏愿 就是众生无边寺愿度 度它在什么 愚痴执着无名 人人有无尽的烦恼 每一个净都会生起一个烦恼 法门无量寺愿学 要学正法 这个世间充满了 其实有很多的都是法系 诸多的法系弄得你团团转 看不到未来光明的正确的道路 所以有小道有大道 要学道不要学书 道就是根本 你生命的根本找到了 你就看到光明 自己能转动自己 佛道无上寺愿程 人人皆可以成佛 各位 佛指的不是释迦牟尼 不是阿弥陀佛 不是观世音菩萨 佛指的是每一个觉悟的人 就是 愿不愿意觉悟 你愿意就是佛 你不要把佛看得是 会在天上悲的 会变魔术的 不是 各位不愿意成佛 你本来就是佛 你不用成佛 这是真相 但是你必须找到 只要找到 你就是佛 你找不到 就不是佛 你就是佛 但是你找不到 不要你去信佛 更没有要你来拜佛 其实也不用学佛 因为你本来就是佛 你把你本来的天性流露开来 只要你觉悟了 你就是佛 你就是佛 他是佛 你觉到 tricky 你一定会有什么人 我就是佛 你真的用在的 你别用那个 你真的用不着 你什么